大家絕對沒看錯台,他們走Catwalk都是想穿穿一部HD mini HTC之前推出HT2,雖然它有超大的螢幕,不過就被人嫌太大 所以今天他們就推出了HD mini 首先有請Alpha講一下螢幕 Hello,大家好,我是Alpha,我是來自多倫多,現在在香港做模特兒 我手上的這部機是HTC的HD mini 看到這部電話雖然是四四個,但其實螢幕也很大 我們拿這部機上手,看看HTC mini有什麼新東西 首先它在走的是最新的Windows Mobile 6.5.3 而主介面也有它們的招拍HTC Sense 我們嘗試用HTC Sense的捷徑上網 聰明的觀眾應該會留意到,HD mini的預設瀏覽器是Opera 難道連HTC也覺得IE太廢? 在看網頁方面,相信大家都猜到,有齊了Multi Touch 不過這部機的操作反應很簡單 看來是螢幕的劇情 看來有些慢 這部機跟HD 2一樣都有Wi-Fi Teetering 你可以分享影片給其他電腦用 其实它也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它利用了一部机的内置G-Sensor 只要一部机反转的时候就会变成静音模式 而当你一部机放在袋子的时候 它的零声就会自动变大 而拿起手就会自动交细了 最后一部机和很多手机一样 加强了社交网络功能 包括Twitter、Facebook等等 你亦可以用它的Footprint来玩Geotagging 总结来说,这部机的惊喜就欠奉了 纯粹是想照顾买HD2又嫌疑它大部的用户 不过这部机今天才来出 其实等到年底都会有Windows Phone 7 那还买不买呢?